十大封号武帝之一 绝世古飞扬在天杠山脉宇宙 于15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明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因为陈中西发现 对方的实力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样恐怖 顿时信心一下大增 蓝军号的脸孔阴沉的扭曲了起来 西年在他眼前不过是蝼蚁的存在 现在竟然能和他打成平手了 内心更是一阵的绞痛 若非当年 当年神霄宫降血风上 自己被古飞扬一掌击伤 原本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伤势 只是那一掌之下击伤的不仅是身体 更是他的自信和自尊 武道之心激进崩溃 救我 救救我 公主大人 公主大人 这十人 给他们治好伤势 让他们走吧 是 可是 可是这个人原力混乱 经脉纠结 已经是走火入魔 就算活下来 怕也是废人啊 废人 不 不要 我不要成为废人 公主大人 救救我 只要能救我 我 什么都肯做 你的武道之心已经崩溃 必须用不朽丹 才能稳固下来 即便如此 也要看你的造化 救你 所需的代价 实在是太大了 求求你了 求求公主大人 救救我吧 只要别让我成为废人 我宁愿永世 效忠神霄公 思绪 转了回来 往事已成烟云 那个最大的敌人 也陨落在天荡山脉 鸾军号 有种失落之感 他修为恢复之后 第一件事 便是把当年参与 神霄公之战的 另外九人 逐一找出来 全部击杀 因为他要抹掉过去 抹掉屈辱的过去 鸾军号回过神来 定眼看了一下 眼前这昔日的蝼蚁 韩生说道 以为同样是九星巅峰 就可以抗衡我了吗 幼稚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身上的绣袍鼓动 一道道的原力 化作刚风 激射开来 天地间一下变成灰暗 在苍穹之上 一股黄沙般的云层涌动 在天空中变化形态 或龙或凤 最终凝成一只大手 手掌上细密的无数掌纹 像水纹一样荡漾 令人眼花缭乱 大手凝聚之后 从云层中缓缓落下 天地中的原力 便可怕的躁动起来 每个人都觉得异常压抑 虽然身具实力之外 但还是感到身体一阵不适 不少人飞冲而起 再次退开数里的距离 生怕波及进去 陈中西怒目元征 双手猛的朝左右张开 太仪五行燕罗 一下子崩直 化成一个半径数十丈的大圆 里面圆力鼓荡 涌起无数符文 在圆球的四周飞舞 无知者无畏 鸾军号讥讽了一声 双手一掐印诀 那空中大手上 顿时涌起无边的黄光 将天地照得一片正亮 横河大手印 给我轰碎它 一道力声大鹤 鸾军号手中金光一闪 天空中的手掌中 无数掌纹汇聚起来 凝称一条跨越时空的横河 仿佛岁月无声 亘古以来就永恒立于世间 一掌落下 掌风锁过之处 天地崩塌 陈中西脸孔仗的通红 身体上也飞出一道道青色光芒 凝聚在周身不散 他猛的双掌在身前一拍 一股浩瀚之力从掌心荡出 整个圆球内嗡的一声 发出阵鸣 太乙五行烟螺似乎被催动到了极致 不断抱起刺目的强光 在陈中西四周慢慢汇聚出一件铠甲来 那铠甲由幻光凝成 不断的人体化 最终长成一个十丈之高的青色巨灵 陈中西额头上轻轻根根抱起 显然也是拼了老命 他双手一前一后凌空虚握 一道道雷光在两手之间劈啪闪动 而那青色巨灵则是手一台 一杆漆黑色的长枪抓在两手之间 枪身满是螺纹状的青纹 恐怖的气韵震荡开来 陈中西大吼一声 脸孔之间扭曲成团 身上的血管更是膨胀到了极致 地煞赢甲枪 那黑色战枪在空中荡出一圈圈的枪纹 猛的刺了出去 枪纹一下扩散 冲在太仪五行燕罗罩上 正好迎来了落下的恒河大手印 砰 两股恐怖的力量挤压在一起 瞬间震得乾坤颠倒山河破碎 远处的众人只感到一股伟力扑面而来 许多人直接被一阵之下就当场吐血 击飞了出去 即便是如同护明日这样的高手 也是满脸金融露出极度的骇然之策 两名九星巅峰五帝强者的急招对决 让千里之内天崩地裂 日月无光 李云霄躲在虚空之中 也是感到胸闷异常 像是一块巨石压着 缓不过气来 他脸色凝重 往那两大急招之处望去 此刻完全不见人影 只有一道极光闪耀刺人眼目 不变高下 不变生死 在月同凝望之下 天地异象的极光之内 两股力量依然相持不下 而那所谓的刺目极光 正是两人急招对峙之下的灵压 暴成无数光子射开 千里之遥的平原上 八角菱花铜镜剧烈的震颤起来 镜面上的光芒像是秋雨入池 稀稀利利的打皱池水 韩君廷脸色微变 一道绝印打入镜中 那震颤的静光稍稍一稳 便砰的一下将绝印震散 再次变得杂乱无序起来 韩君廷瞳孔咒缩 惊道 这便是九星巅峰之力吗 她有些骇然地向远处眺望而去 远处的天空下似乎有乌云密布 葵花婆婆也是面色凝重道 这里有千里之遥 老身依然感受到了那传淡而来的原力波动 这种力量太恐怖了 砰 八角菱花铜镜上发出一声爆响 上面的连衣一下消失 静光也湮灭下去 韩君廷一惊 一挥手下将铜镜抓在手中 仔细检查了一番 这才小心地收了起来 葵花婆婆道 静气承受不住那种波动之力 自行湮灭了 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韩君廷摇头道 过去只会添乱 就在此地等候吧 我相信他多半是能够回来的 他说完便凌空盘坐起来 开始入定修炼 陈中西和鸾军号的急招 在相置一阵后 终于开始列出无数军文 黄沙式的大手和太乙五行燕罗 所化作的球面 裂痕越来越大 越来越细密 终于碎裂开来 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 向着四面八方冲去 整个天地陷入一片黑暗 只剩下两股力量的冲击之光 涌入无尽漆黑的天穷 远处众人 再次感受到了距离压来 之前受了重伤的几人 更是当场被震晕过去 身体不由自主地飞起来 远远摔了出去 李云霄在虚空内 也是猛吸一口冷气 人影一闪之下 瞬息百里 恐怖的原力波动 在四周荡开 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行动 他一人站在极远处 双铜化成月色 仔细凝视着那冲天的能量中心 眼底闪过喜色 这一招惊天动地之力 即便两人实力超绝 也必然要受重伤 最好的情况就是两败俱伤 这样他才能浑水摸鱼 爆炸的能量中心内 突然一道清光射了出来 瞬间飞至万宝楼众人面前 正是陈中西 一脸的惨白 双目圆睁 当场就吐出一大口血来 大长老 万宝楼众人吃了一惊 几人急忙上前搀扶 陈中西一下将 磕铜光的手推开 私生竭力地吼道 追 快点追 他逃了 千万不要让他给逃了 似乎是拼尽了全力 说出这几句话 陈中西一口老血吐了出来 当场昏了过去 护明日大惊不已 急忙喝道 大西雨 你照顾大长老 其余之人 随我来 万宝楼众人 都是你望着我 我望着你 脚下完全挪不动步伐 丽飞宇一下就清楚众人的心思 陈生说道 那人的实力和大长老在伯仲之间 大长老都受伤如此 那人必然好不到哪去 随便一名武帝强者 就能追回神剑 正是如此 护明日正色道 凡事不听令者 旁归处置 他的眼中闪过一道绿色 大家这才精神一领 全部冲天而起 化作数十道光芒飞走 李云霄在远处目光一宁 似乎发现了什么 他略一沉思 也直接施展出瞬移来 几个闪身之下就消失在长夜里 数百里开外 一片荒凉的山脉 几只山中正在沉睡的妖兽 突然惊醒 猛的睁大眼珠子 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像是遇见什么可怕的事情一般 全身瑟瑟发抖起来 那几只实力不俗的妖兽 恐惧得长笑一声 瞬间就化作一道流光桃李 老窝也不要了 荒山之中 突然浮现出几簇火苗 将一片山头照着通亮 火苗呈圆形排开 其内空间在火焰的照耀下 剧烈的晃动起来 变得极为不稳定 一只苍白有力的大手 突然从虚空内伸出来 紧接着是整个手臂半个身体 最后一个完整的人 直接走了出来 正是鸾军号 不过他此刻浑身是血 就连双目当中也蹚下血来 伤势异常严重 他的脸色无比阴沉 四周望了一下 这才慢慢的落到山间 取出几枚丹药吞了下去 咳咳咳咳 一吞丹药便诱发伤势 咳出几大口血来 万宝楼 这个厂子 我一定要找回来 鸾军号 鸾军号咬牙发了一个狠事 便一挥手 将那几道火苗正灭 隐蔽在山林黑夜之间 调息起来 就这样做了一遍 尤其是一遍